第30名 云香传 豆瓣评分7.4 古装武侠剧《云香传》于2023年5月1日 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该剧主要讲述了 翩翩公子云香背负着使命与灭族的仇恨踏入江湖 意外结识 禁萨女侠 舒亚男 世家公子苏明玉 快手 刀客 金镖等几位好友 众人在江湖纷争当中 跨疑恩仇 成长蜕变 捍卫人德与心中正义的故事 该剧从一个文弱殊胜的视角出发 这处展开复仇的核心事件 贯彻了家国情怀和江湖梦想的主题 主人公云香从灭族的仇恨踏入江湖 成长为运筹帷幄 用智慧杀出成为的强者 体现出了人物的虎光变化 其中在充斥乌卓之期的赌场之上 书亚男让公子乡对书亚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女侠书亚男徒手能提千金顶 轻功如燕水上飘 云香经历全组人被杀 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以及云香云台求学 掌握各种奇谋妙述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点评 翩翩公子入江湖 快意恩仇善布局 排名第29 玉古瑶豆瓣评分7.4 腾讯视频7月2日播出了 东方奇幻浪漫爱情剧玉古瑶 根据昌悦小说《朱炎改编》 主要讲述了孤高清冷的 空桑皇太子石颖 与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炎 因一花之恩结下的命结溯源 两人彼此陪伴 共同守护空桑王朝的故事 该剧以皇太子为切入点 讲述了守护空桑王朝的事件 以小见大向人们传递了 积极向上的侠义精神 与家国情怀等价值观念 刻画了主人公从孤高清冷 到冰山融化为爱 放弃王朝的境遇变化 其中石颖替朱炎疗伤时 发现他是命结之人 朱炎宁愿受刑也要仗义直言 石颖与朱炎的一日约会等场面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皇子郡主禁忌殿 守护王朝共相伴 排名第28 平原上的摩西 豆瓣评分7.6 爱奇艺1月16日播出了悬疑年代剧 平原上的摩西 该剧主要讲述了刑警 庄树在追查一起出租车杀人案时 意外发现昔日青梅祖马的好友李飞 也被牵扯其中 由此掀起的陈年旧事 该剧以刑警为切入点 讲述了出租车案件牵扯出的往事 该剧的摩西代表了人们的救赎和希望 剧中刻画了主人公庄树 从随心所欲的少年 到正义感十足的刑警的成长和变化 其中当不同命运的李飞爸爸 和庄树爸爸的经历时代更替 再次在出租车相遇 老庄在舞厅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独悟 小飞死后平原烟纸盒掉到湖面上定格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用一句话总结 电影质感悬疑剧《青春年代回忆录》 27 曾少年 播出平台中央吧台爱奇艺腾讯视频 播出时间7月10号 是一部年代情感青春剧 影片主要讲述了一群年轻人为寻求梦想 努力把握时代机遇 为事业和情感不懈奋斗的故事 影片以北京胡同小爷为切入点 以表白和成长为核心事件 以温暖和希望为主题 阐述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影片中主人公秦川谢乔 从爱人错过缘分未满 到了解彼此心意最后走到一起 影片还包括了 秦奶奶就会偷偷地往孙子的黑外套兜子里塞钱 秦川为了昔日的约定 拼了命的也要赶去参加谢乔的开学典礼 秦川得知谢乔被欺负哭泣 直接赶去机场飞回来守护谢乔 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六对青梅和竹马青春少年一起发 26 醉食人间烟火色 播出平台爱奇艺 播出时间3月31号 是一部治愈都市爱情剧 影片讲述了严重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 渴望在南城取得自己一席之地的银行经理私钦 通过一场冲动的婚姻治愈自身都市郑后群的故事 影片以银行信贷部客户经理为切入点 以传承非遗文化为核心事件 讲述了女性的价值从来不止局限于婚姻和爱情的主题 影片中 思青从追求车子房子票子的俗气生活 到最终找到自我价值 其中还穿插了 景晨用爷爷收集下来的木头重建了景园 心甘情愿做守艺人 景晨问病情加重的爷爷找回丢失的话 景晨一晚冬至习俗的甜酒鸡蛋温暖了思青 两人定下终身 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繁华都市郑后群 温暖治愈改命运 7月17号 北京卫视 东方卫视和爱奇艺 共同播出了时代职场剧 不完美受害人 该剧讲述了一名顶级律师 接受嫌疑人的委托 推翻了不完美受害人的刑事指控 但是法律事实和个人情感令常 产生的冲突 却令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伦理挑战 该剧带领观众 探寻受害人战胜心理懦弱 树立反抗信念的成长过程 呈现出了女性面对的真实困境 传递出充满治愈和关怀的精神力量 该剧以揭露性侵 家暴 精神控制 网暴 职场移行 规则等多个现实议题为核心事件 并以顶级律师和欢 陷入职场文理的纠结 导挣脱畏惧 被弱者勇敢发生的经济变化为切入眼 其中 无名人教授利用最优异的学术资源 向年轻漂亮的女孩伸出魔爪 赵寻无奈接受潜规则 陪着老板交际应酬 饭局敬酒 打点关系 赵寻被侵犯 倒在 浴缸当中充满绝望等经典片段 令观众印象深刻 一句话来说 女性视角深入分析 关照社会多元议题 排名第24 做自己的光 豆瓣评分7.7 7月17号 江苏卫视播出了悬疑职场清洗剧 做自己的光 该剧讲述了 何欢 白羊 赵圆圆 三位职场女性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 面对职场和生活当中 所遭受的困境 不畏压力 踏浪前行 重塑行业自我的故事 该剧展现出了三位主人公 在面对事业和生活困境之下 相互激励扶持 共同携手前进的昂扬精神 诠释着新时代女性群像的新风貌 该剧以资深女主播为切入点 以职场打拼为核心事件 其中 蒋骏豪成立讨债联盟 为了讨债想方设法 何欢帮助春宴 对付信息骚扰的灯光师 何欢共情来电话的收片粉丝 安抚情绪 做出高质量采访的情节 令观众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职场女性弱弱强识 逆境之中相互扶持 23夏日奇妙书 豆瓣评分7.8分 芒果TV于6月11日播出的 奇幻 浪漫 爱情公路题材剧 夏日奇妙书 以主任公王葡萄 畅销书作家的职业为切入点 讲述了菜鸟编辑冯天兰 为了完成催稿任务 答应开车送畅销书作家 王葡萄回老家的要求 两人携手踏入回乡旅程 心思细腻的冯天兰 在书稿中拼凑出 王葡萄的三段人生 两个心中有伤的人 展开了互相治愈的 浪漫奇幻之旅 刻画了主人公王葡萄 由写作灵歹枯竭 内心千疮百孔 到治愈内心 解开心结的心理变化 表现出公民利益皆是空 亲情 爱情 友情 才是永恒的主题 其中冯天兰紧张地 送王葡萄去医院时 隔着浴巾环抱她 冯天兰被派去催稿王葡萄 两人斗智斗勇的片段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句话总结 《浪漫公路》 戏中戏 三段人生素哲理 22 当我飞奔向你 豆瓣评分7.9分 爱奇艺于6月18日 播出的校园青春剧 当我飞奔向你 以主人公高龙学霸的形象 为切入点 讲述了可爱开朗的女生苏在在 在下雨天遇见 同级校草学霸张路让 热情开朗的苏在在 用独有的温暖 融化着张路让 一直以来小心构筑的心房 坚韧的友情 懵懂的爱情 开始在五个人的花样年华里 悄然生根发芽的故事 刻画了主人公张路让 由高龙画少 内心封闭 到解开心结 走出阴霾的心理变化 表现了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追求梦想的青春的主题 其中 在便利店躲雨的江家 遇见了迎面走来的固然 怦然心动 苏在在被怀疑偷窃 为了还他清白 江家放学后 带着张路让和固然 官方分垃圾桶找班费的片段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校园生活展现多种议题 唤醒心底 美好青春回忆 排名第21 大宋少年制二 豆瓣评分 7.9 芒果TV 于7月29日上线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 于8月7日首播的 青春热血悬疑古装剧 该剧主要讲述了 庆历年间 北宋书密院界密格之名 培训少年暗谈 聪慧敏锐的袁仲欣 美貌鸡明的赵简 儒雅果敢的王宽 丹蒙可爱的小景 武力超群的薛印 开朗耿直的尾牙内 六人组成密格第七斋 众人携手用热血与忠诚 守卫和平 失智报国的故事 该剧以江南首富慕容的 庶女为切入点 主要讲述了 考取功名之核心事件 体现出少年的无畏思想 和精神意启示 保家卫国的光芒 刻画了主人公袁仲欣 从擅长江湖把戏 骗术社局的少年 成长为卫国而战 白喜无悔的大宋案谈 其中 赵检中毒 七斋为他求药 袁仲欣 男扮女庄去 女医室被抓个正招 遭到全斋人的集体哄笑 赵检被长院关在密室 袁仲欣不顾危难冒险 拿钥匙救他等场景片段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清晰搞怪 故事呈现 保家卫国 少年密他 排名第二十 欢言 豆瓣评分 七点九 爱奇艺 于七月十五日 播出的革命年代剧 该剧 主要讲述了 南洋青年 许天写使命 护送金条北上 支持革命事业 结识众多血腥可敬的知识 一路前行的过程中 许天脱去青涩 将理想与意志 结合在了一起的故事 该剧以南洋企业家的儿子 许天为切入点 主要讲述了护送金条之核心事件 众人露出的欢言就是对革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仰 与美好寄托 刻画了主人公许天 从普通青涩的企业家而至 成长为坚定信念 意识觉醒的革命者的境遇变化 其中 许天为救于衣袖 断了小纸 伤口的布条早被血浸染 于衣袖坐着牛车 离开闽西 坐在牛车上 听许天描述那个美好的新世界 以及许天和未婚妻 只赴未婚 靠一张照片和每年几分信 维持恋爱的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先分手法传信念 坚持革命去花年 排名第十九 九亿人 豆瓣评分八点一分 在九月十五日腾讯视频平台播出的 古装悬疑剧 讲述孟晚卧星长胆七年 集结与如兰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流星 等九亿人 为挚友令如兰 谋定翻案 该剧以 秀楼秀女 为切入点 以女性意识觉醒为主题 以颠覆传统观念为导向 勇敢地探讨了古代社会中 女性遭受性侵犯的困境 表现了主人公孟晚 屡遭不幸 万念俱灰 到意识觉醒 为女子讨回公道的 境遇变化 其中孟晚请求 吴连放过如兰 砍掉右手 替如兰赎身 如兰决绝地跳楼自杀 向人面受心的 吴连痛诉罪恶 知府陈大人 当堂判决吴先生 强奸罪命不成 反逼令氏 搭运轻视 免于劳灾等 片段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古装悬疑 愁与痛 女子友谊 智与勇 排名第十八 陈锋十三载 豆瓣评分 八点一分 四月六日 在爱奇艺 播出的行政悬疑剧 陈锋十三载 讲述了1997年 南都市迷案的凶手 在十三年后行踪赴现 刑警师徒面对 疑点抽丝剥茧 合力追击真凶的故事 该片以退役刑警 为切入点 以调查南都市连环杀人案 为核心事件 洞悉人身幽暗 揭示犯罪激变 表现主人公魏真容 从案件悬置 心灰意冷 离开警队 到回归前线 缉拿真凶的 境遇变化 其中 魏真容带着三个警察 赤手空拳 抓捕取正乡 陆行之 办案遇上 嚣张围停车主 魏真容轻松制服车主 郭胜利 白小伟 欲使眼神护刀 魏真容努力 调停的片段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杀人悬案 尘封十三年 刑警师徒 合力来破案 排名第十七 战火中的青春 豆瓣评分8.1 战火中的青春 是于4月23日 在江苏卫视 优酷 爱奇艺等平台播出的 青春 励志 革命 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主要讲述了 硝烟弥漫下 信奈连大一群 铁骨针针的热血青年 不畏枪林弹雨 不惧艰难困苦 历经重重严峻考验 坚定科学救国的信念 从南迁至北规 八年办学的风雨历程 维系着中华文明的 一缕血脉 战火中的青春 以主人公青年学子 及知识分子的职业 为切入点 通过主人公 陈家树 从精神附加 顽固子弟 到不断蜕变成长 成为有为青年的境遇变化 以及用办学的方式 科学救国的核心事件 以年轻人的青春热血 理想抱负 及纯真情感的视角 表现了历史主题 其中一些场景片段如 陈家树放弃去美国 慷慨激昂向父亲宣誓 要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南开大学遭遇轰炸 校长张柏林 面对日军暴行 愤怒痛斥 以及清华学子 抗日请愿被捕 冯友兰带领老师 一起去营救 逼迫警察局长放人 等等情节 令人动容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 知识分子 科学救国 八年风雨 半学如火 排名第16 雀刀门传奇 豆瓣评分8.1 雀刀门传奇 是于8月18日 在腾讯视频播出的 武侠情景喜剧 东北幽默类型的电视剧 主要讲述了 西门长海 高大毛等厨师 并插阳错 被误会成了武林高手 于是几人在雀刀门里 上演了一出 令人啼笑皆非的武侠故事 雀刀门传奇 以主人公江湖门派的职业 为切入点 通过主人公西门长在 由胆小懦弱的市井火夫 到承担责任 成为英雄的境遇变化 即管理经营雀刀门的 核心事件 以喜剧形式 解构了传统的江湖 以戏谑的方式 内涵了现实 其中一些场景片段 如雀刀门掌门西门长海 执行任务杀倭寇 找双胞胎哥哥西门长在 做提升 掩人耳目 以及天池帮的帮主 高大盲诗意 扮演仇人西门长在的儿子 还有西门长海 利用影分身 帮助西门长在 获得武林盟主 等等情节 令人印象深刻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东北小品赵家般 喜剧武侠多反转 第15名 庄腔启示录 豆瓣评分8点1分 职场都市剧庄腔启示录 于8月18日 在湖南卫视季风剧场 芒果TV同步播出 讲述了昔日的恋人 左双桃和陈家平意外重逢 在叠海当中重拾爱情 并追逐同一信仰的故事 该剧以律师为切入点 借助职场战争的核心事件 阐述了爱情当中需要卸下面具 建立信任 重拾自我的主题 主人公唐吟一开始受初恋的影响 人生时刻不忘装腔 到最后发现真实 学会了真诚 体现了其人物的湖光变化 剧中 蔡文静 韩东军 浴室接吻 浪漫温馨 三个女主 假装都很有品味地 打开了一部法国新浪潮电影 明明困到不行 还是装得津津有味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点评该剧 都市女性小甜文 卸下面具要真诚 第14名 温馨 豆瓣评分8点2分 都市医疗情感剧《问馨》 于10月7号 在央视8套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该剧讲述了周消风 方消然 以及林毅 三位心脏科医生 机缘巧合之下 在东立医院心脏中心相遇 三人因为专业背景 职业理念不同 而产生摩擦和碰撞 随后在治病救人的过程当中 逐渐达身默契 最终在生命战场 并肩作战的故事 该剧以心内科副主任 医师为切入点 借助治病救人的核心事件 点名了勇敢面对挑战 坚持自己的信仰 同时珍惜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 亲情和友情为主题 主人公周消风 从与同事不理解 对质的状态 转备为最后相互欣赏 扶持 体现其人物的呼光转变 而剧中 病人突然动脉瘤破裂 所有的医护人员 中断休假或活动 治病救人 街头狂奔与死神赛跑 方消然生病 林毅去他家为他做饭 甜蜜互动 崔医院长和邦教授 在东立医院石头 就医生伦理进行了精彩辩论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点评 医疗视角折射人身百态 生死命题彰显价值所在 排名13 凡尘之下 六万平分 八点二 10月13日在腾讯平台播出的 古装悬疑剧 凡尘之下主要讲述了 明朝万里37年江南渡县 接年发生凶案 于是小捕快取三更 携手典史送臣 同伴高世聪等人深入调查 意外揭开 尘封20年悬案的一个故事 该剧以小捕快为切入点 主要讲述了 追查凶案这一个主要事件 通过探讨 正义与邪恶 善良与残忍 爱情与仇恨等主题 表现了人性的复杂 和对公道的追求 其中 金色麦朗中 做成稻草人的尸体 三个热血少年 在江南水乡发现 窟窿 陆直语 哑巴中书在水边垂吊 倾诉中长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总结一句话就是 古装推理 暗中暗 高冷反转 新体验 排名12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豆瓣评分 9月16日 在芒果平台播出的 青春成长剧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主要讲述了 少女罗琪琪 所经历的爱情 友情 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在生活和思想上 发生变化的故事 该剧以学生为求点 讲述了考大学 这样一个核心事件 表现了青春是一段 短暂而宝固的时光 要勇敢追求梦想的 一个思想主题 刻画了主人公罗琪琪 由敏感 蜕变为坚韧 并且找到前路的 一个境遇变化 其中 罗琪琪宁愿站在乒乓球台 被所有人目光注视 也不愿意向老师低头 和兴高采念的 捧着奥数冠军的证书 却被姐姐撕掉 爸妈也毫不在意 等片段 令人印象深刻 总结一句话就是 90后的少年历程 成长中的回忆旧母 第11名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豆瓣评分8.3 墨家兄妹入蒙古 建设边疆 不怕苦 播出平台 央视八套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播出时间 2023年7月15日 简要剧情 上世纪60年代 墨家四兄妹 响应国家号召 从南京 相继来到 内蒙古草原 与牧民们 共同学习生活 在生活中 进行人生选择 和自我寻找 在奋斗中 履行自己 扎根草原 建设边疆的诺言 类型 革命 民族年代句 主题 知识青年扎根草原 建设边疆的青春论 主题 知识青年扎根草原 建设边疆的青春诺言 青春誓言 主题 知识青年扎根草原 建设边疆的青春誓言 核心事件 建设边疆 切入点 主人公职业 下乡的知识分子 主人公近于变化 莫承明 从浑浑噩噩的学生 到扎根草原 建设边疆的下乡之青 场景片段 知识分子 人均一个金融水湖 在一阵热烈的歌声中 走上开往内蒙的火车 草原激烈的赛马 惊心动魄的捕狼 乌兰木齐 挨家挨户演出 No.10 第十名 狂飙 豆瓣评分8.5分 京海枭雄 卖鱼发家 扫黑除恶 人性复杂 播出平台 央视八套 爱奇艺 播出时间 2023年1月14日 简要剧情 讲述了以一线刑警 安心为代表的正义力量 与黑恶势力 展开长达20年的生死搏斗 类型 行真 反黑 主题 一切黑恶势力 必将被依法言成 扫黑除恶常态化 永远在路上 核心事件 扫黑除恶 切入点 以主人公职业 菜市场卖鱼商贩 主人公境于变化 高启强 从屡糟欺凌 善良软弱的底层卖鱼饭 到迷失自己 越陷越深 成为涉黑组织头目 场景片段 安心手持警戒线 逼退黑社会高启强 杨健事发回到家里 跟母亲告别 高启强春节在看守所 吃水饺 排名第九 父辈的荣耀 豆瓣评分8.5分 于2023年8月27日 在央视一套 和腾讯视频平台播出 围绕林业改革 保护生态 改善民生等核心事件 讲述了以上世纪90年代 林业改革为背景 刻画了20年来 不同时期林业人追求理想 实现林业生态文明传承的故事 带领观众回望 林业的变迁与发展 通过顾长山 在923宫队面临危机的时候 站出来想办法解决 让每个人都有饭吃 顾长山在铁轨旁 跟儿子照成道歉 存花对心结和凤琴发脾气 借着怒火 在发泄心中 对两个孩子的联系 等场景片段 以大学生陈心结为切入点 主人公经历了 从林业减产被迫下岗 到带领百姓 发家致富的境遇变化 传达出以林业改革为主题 展现了一代人的奋斗历程 以及生态传承的重要性和价值 总结为一句话 那就是林业变革迎春风 生态文明要传承 《破市精英2》 豆瓣评分8.6分 于2023年4月29日 在爱奇艺平台播出 主要讲述了 破市部闲鱼们的搞笑打工日常 内卷的职场生活 是描绘普通打工人的故事 以喜剧和都市的类型 表现出职场真实生态 和打工人艰难的主题 围绕职场打拼的核心事件 以主人公胡强的视角为切入点 通过办公室恋情反映职场人的恋爱需求 揭露甲方乙方难以调和的价值观 同学聚会的攀比 以及讽刺企业用狼性文化PUA员工等场景片段 刻画了胡强从没存在感 老好人到勇敢除妖英雄的人物转变 生动形象的总结为一句话 那就是破市部门有笑点 职场内卷太艰难 第七名 古香思曲 豆瓣评分8.6分 古庄奇幻爱情剧《古香思曲》 于6月22日在B站播出 该剧讲述来自现代的历史畅销书作家沈不言 意外穿越到了《香思雅图》的创作年代 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香思雅图》的作者 并且七次反向穿越去见陆渊 每一次穿越 男主都一次次的拯救陆渊 但两人都是在最爱对方的时候 遇到了对自己最陌生的对方 这也注定了这是一场悲剧 该剧以作家视角出发 借助拯救爱人的核心事件点名了主题 尽管总是错过 但爱情可以对抗命运无情 主人公沈不言穿越时空 奔赴爱情到最后错过对方悲剧结尾 体现其人物的弧光转变 剧中沈不言在梦里面与陆渊相遇 沈不言亲手为陆渊打造的空猴 沈不言终于为陆渊证明 向世人讲述一个真正的男胜国 值得景仰的女子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点评 逆时空穿越打破常规 男女主错过坠入轮回 第六名三体 豆瓣评分8.7分 科幻剧三体于1月15日 在央视八套腾讯视频 咪咕视频同步播出 该剧根据著名的科幻作家 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地球基础科学研究 遭遇了异常的扰动 引发了科学界惶恐动荡 纳米物理学家汪淼 与刑警史强联手调查 共同揭开了地外未知文明 三体世界的神秘面纱 并随全人类与三体人 展开博弈 该剧与纳米材料科学家的视角 记住反外星文明的清越 等核心事件 探讨了文明的稳定性理论 黑暗森林法则 等一系列的科学及哲学问题 引发了读者对人类文明的发展 和未来的思考 主人公汪淼 从困难重重 信念破灭 到最后坚定信念 从然希望 体现起人物的弧光转变 据终 三体人在恶劣的环境当中 进行脱水和浸泡 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的倒计时 张北海射杀三个科学家大佬 水滴将人类的太空舰队 放鞭炮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点评 顶级科幻大IP 震撼特效冲击力 版本第五 中国气谈 豆瓣评分8.7 网络极幻动画中国气谈 于1月1日在哔哩哔哩播出 讲述了八个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故事 题材包罗外相 从乡土眷恋到末世情怀 从生命关怀到人性思考 铺陈开了一个 极具忠实想象力的世界 狐妖消失在了山林里 临走时 却从书生邪魅一笑来告别 小猪妖勇敢地告知 孙悟空前方有陷阱 却被打死 以及随之而后迎来的反转 这些极具张力的镜头与故事 无不呈现出中华文化 跨越时空的魅力 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体现了中国人对生命的深刻反思 以及对生活的深层探索 用一句话来总结 忠实想象包罗外相 传统文化 深度思想 排名第四 去有风的地方 豆瓣评分8.7 洪南卫视与芒果体位 于1月3日播出的田园治愈剧 去有风的地方 讲述了许红豆因为闺蜜的离世 以及生活和工作陷入低谷 独自前往大理云苗村的有风小院 休息调整 意外邂逅了放弃高薪 回乡新夜的谢之遥 并在入住有风小院之后 结识了带着不同的经历和故事 来到这里的租客们 向观众展现了当代乡村青年 人生道路的丰富性 本剧以主人公乡村青年的身份 为切入点 讲述了振兴家乡的核心故事 刻画了主人公许红豆 从工作陷入低谷 到获得力量重新出发的蜕变历程 谢之遥在晚霞和落日的见证下 向许红豆表白 许红豆在事业成功之后 与谢之遥久别重逢等经典片段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句话总结 云南乡间田园峰辞职邂逅后迎重生 第三名 《我和我爸的17岁》 豆瓣评分8.7分 奇幻校园清洗剧《我和我爸的17岁》 于7月20亿在腾讯视频播出 该剧讲述了在阴差阳错下 陈毕达与高文明酷幻记忆后 遇见了素未蒙面的儿子江宇 展开了一场亲生父子 变同窗哥们的奇幻校园故事 该剧以学生的视角出发 讲述了在重返17岁的校园生活当中 找回自我的经历 从亲情和友情的角度 洞察了青少年的成长心路历程 主人公陈毕达变换身份之后 从一个利益为上中年上任 到最后找回自我 珍视亲情和友情 体现了人物的无光变化 剧中高文明被人举报考试作弊 高文明和江宇一起参加科技比赛 高文明修复父子感情 父子和解等场面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点评 老板儿子互换身体 父子同窗真是稀奇 第二名 《焦阳伴我》 豆瓣评分9.2分 现代都市情感剧 《焦阳伴我》 与9月1日在CCTV8黄金强荡 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该剧讲述了新人设计师盛阳 和业内知名广告导演简兵 偶遇结缘 从此展开了一段 彼此照应相互治愈的充电式爱情 该剧以职场新人为视角 在工作成长当中 宣扬了爱情与成长 寓意不要被外界的偏见和压力所束缚 要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的主题 主人公盛阳 从滴滴撞撞 青涩莽撞的职场新人 到展露锋芒的有为青年 展现其湖光的转变 最终薛一鸣骑着魔头 出现在颁奖典礼 简霜和郝俊杰机场告别 梁珊珊和薛一鸣 在私人影院表白等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点评 新人成长不能停 浪漫都市烟火情 排名第一 漫长的季节 豆瓣评分9.4 腾讯视频于4月22号播出的 悬疑年代伦理片 漫长的季节 主要讲述了出租车司机 王翔和妹夫公彪 退休警官马德胜 联手调查18年前的 碎尸悬案 因此踏上了一场 人生救赎之旅的故事 他以化工厂工人为切入点 讲述了追查碎尸悬案的事件 表达出个人的命运 在时代的洪流下不堪一击 要做到 往前走 别回头 刻画了主人公王翔 从掌控玉墙 后面子的工人 到走出阴影 成熟稳重的司机的境遇变化 其中 傅伟军替沈墨顶罪入狱 王翔在河边看到自己儿子尸体时崩溃落泪 王翔在玉米地和年轻时的自己相遇 对着当年的自己喊道 往前看 别回头 倪巧云为了赚钱给儿子治病 去夜总会陪酒 强颜欢笑地给孩子唱起 一闪一闪亮晶晶 这些场景都让人印象深刻 一句话总结 三线叙事悬疑剧 时代命运抓不住 谢谢大家